美中高层为期两天的首次会谈 台湾时间19号在阿拉斯加安克拉制式登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镜头前直接对中国下马威 指他们已经威胁全球稳定 布林肯公开呼吁中国遵守国际秩序 一旦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失衡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更为暴力不稳定的世界 只不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需要美国先管好自己 美国有美国的社的民主 中国有中国社的民主 美国的民主不仅由美国人来评价 而且要由世界人民来评价 美国的民主到底做得怎么样 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了 美国罕见直接了当公开批评中国 中方也不甘示弱回呛 双方正面交锋或药味浓厚 根据双方商定 此次高层战略对话将于18号下午进行两轮对话 19号上午进行第三轮 美中各自强硬表述 也让双方分歧正式搬上台面 我们下集的 我们下集的